其实流感它在最严重的情况会和COVID相似 它可以造成心肌炎 肺炎或者是脑膜炎 可是这 新冠肺炎爆发这段期间 搞得大家只要有点不舒服 就会开始怀疑是不是中招了 甚至有人筛检过几次都发现是negative 可是身体症状却跟新冠肺炎很像 例如发烧 发热 喉咙痛等等 这可能就跟A型流感有关 那A型流感其实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就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共存很久了 可是最近就有不少报道引述各种个案 发现A型流感好像变严重了 经历过这些流感的人都投诉 他们的症状比新冠肺炎还严重 严重到要入院甚至因此烧掉好几千块钱 针对这种现象 急诊专科顾问陈多良医生 就提出三大原因 第一 目前恰逢A型流感的季节 第二 学校跟办公室都恢复正常 人接触多了 自然就容易受感染 第三 大家经历过疫情之后 变得敏感紧张了 陈多良医生坦言 虽然这个月的A型流感人数比上个月稍有提升 可是这跟A型流感变严重无关 而是因为这场疫情让很多人变成紧张大师 勤劳筛减 但其实在新冠肺炎的面前 A型流感的杀伤力是低了100倍 过了疫情之后 大家比较敏感 这是我们一直都有的 讲真的 来到政府医院的话 我们会这样回家 其实流感在最严重的情况 会和疫情相似 它可以造成心肌炎 肺炎 或者是脑膜炎 可是这是很低的几率 比起新冠肺炎 它纪律是减低了差不多100倍 所以有时你在报章 看到隔离隔岸都完全出院的 比起COVID的新闻 在医院往生或者是那种消息比较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新闻其实是夸张的一点情况 那陈医生就建议大家 如果只是患上流感 其实不用浪费钱到医院做筛检 因为光是流感的PCR 只有好几种 如果每个都要检测的话 一个项目至少要100到200病级 如果真的患上A型流感 基本上在家好好休息吃药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的病情持续5天后变得严重 尤其是这一个高风险群 那就要多加注意了 不需要这样紧张 对这个影响 除非老人家他有癌症 或者是他们有长期疾病 有糖尿的 有心脏病的 他们发沙发得很厉害 或者是小孩子小过5岁 吃都吃不下 喝都喝不下 又腹泻不停 所以这个小孩子就要看有没有缺水症的情况 如果缺水 一定能带他到医院 不要点滴 年轻人未必是健康的人 他有没有熬夜 或者他有吃其他的药物 或者是他平常有没有做太多的运动 因为影响者也就是这个流感 它可以造成败血症的 它只是在于很特殊的一族群的人 太胖的 太瘦的 太多运动的 睡眠不足的 还有长期紧张 这种族群的人中了影响者的时候 自己要留意一下 你大体上五天过后 你会完全地康复 如果五天后你还是持血发烧 你持不下 你还是诊身发力的话 那你应该到医院去检查 或者是你会有缺氧 如果他是少过90室的 他也需要来医院 虽然患上A型流感的住院率 比新冠肺炎还要低 但是如果错过所谓的治疗黄金期 身体就要遭受更多的折磨 再加上无论是症状 传播途径 还是筛检方式 都跟新冠病毒这么相似 要分辨虽然是有难度 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 陈医生就表示 发病速度是关键 并且分享了应对方式 流感就发病比较快 流感今天中下午就严重了 如果你是有发现自己 好像有感冒或者是流感的症状 打喷嚏 开始有点喉嚨不舒服 或者觉得自己开始要发烧 浑身乏力 浑身痛的话 第一 你当然是先做 新冠肺炎的快筛 也要想想看这两个星期前 有没有跟着COVID的人接触吧 上风感冒的 第一天最好是请病 因为也算是一种自我隔离的方式 遇到的日子 我们可以保持警惕 但是不必太过惊慌 那像陈佗良医生说的 面对A型流感最重要的 就是戴口罩 勤洗手 还有保持距离 靠知识打败恐慌 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就没问题了 那如果你身边有很多紧张大事 不妨把这一支影片转发给他们安抚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